赖清德的这个违贱这件事情呢 仍然是什么 仍然是传得沸沸扬扬 大家还在什么 都在抽丝剥茧 很想要厘清里面太多太多的疑点了 那可是呢 我们看到国民党立法院王洪威 他的办公室呢 国会办公室特别还去查了一下 很想要了解什么呢 你看他问了两个问题 去问国安局 结果最主要的是要问说 请国安局说明一下 到底派了多少人力 派铸的多长时间 花了多少的预算 然后呢 也另外问了第二题 就是这个里面撤走照片出示的 这些电器用品 其实不只是这个 到底是不是贵单位的财产 花了多少钱 公帑去设置这钢绍呢 结果你看国安局的回答呢 居然告诉你说 试设警卫安全计划 应属保密的事项 保密的事项 然后再说那些东西呢 是旧的 不是新买的 所以没有办法估算现在的价值 那王洪威就非常不满了 请问赖清德现在违剑了 是滥用国安人员经费 竟然还要列为机密 难不成这机密又要封存30年吗 到底有什么机密 为什么国安局就是不能说呢 这个没有什么伟大的机密 王洪威是立法委员 他有权利代表人民监督政府 监督政府是怎么花钱的 我们老百姓也想要知道 这个钱怎么花的 我们确实知道在2018年之前 那个地方没有港哨 因为我们有看过 当时有一个网站 他有在报道这个问题 不是报道这个他的伪见的问题 是报道这个万里六号坑 他还有包括赖清德住的地方 有把当时的照片拍下来 那时候就已经是伪见了 但是没有警卫 赖清德我们合理的怀疑 他应该是当了副总统之后 警卫就设了 警卫班就设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 像我们都知道 国安局的特勤人员 都是军官或者是警官 或者是我们一般大学的 学士主要是以硕士生为主 考进这个安全局的安干班 然后在那边受完训 安全干部班 安全干部班 因为我是他们的教授 所以我教了他们很多年 我从安干班教到战略班 那这些安全局的人员 他们的薪水都不低 因为他们不是服兵役的 所以王宏威想要了解 到底是派了多少 特勤人员在里面 那么有没有兼派 这个宪兵在里面 因为怀疑有宪兵嘛 所以想要知道整个军力 到底用了多少 而且他已经撤岗了 撤岗了这个就代表 没有安全性了 也没有价值了 因为如果他还在岗位上的话 那他有安全性 因为他是代表 这个退警人员的警力 军力 这个当然是有安全价值 可是他已经撤岗了 就没有安全价值了 对啊 因为已经是撤岗了 所以也不用去担心说 外界要推测说那里有多少的部署 结果他的回答还是说不应该要让外界去推测相关的部署 所以这个没有道理 我觉得这个等到改朝换代 例如说非绿营的执政以后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调查这件事 一定可以水落石 可以调查什么时候开始涉岗 派了多少人 花了多少钱 因为那个都有预算的 然后他的那些物件是从哪边调过去的 是新购的还是旧的 然后他的特警人员有没有帮他们做清扫的清洁工作 有没有做这个园领的修补的工作 这些都可以调查清楚 如果有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来办一办 赖建德有没有滥用职权 违法的滥用公权力 然后消耗人民的这些特警人员的 他的宝贵的时间根 因为他训练出来的不是在那边当一般卫兵 好 请教一下亮哥 同为民进党人 但这个时候被问到 你说这个违建的事情 一而再再而三都会被媒体记者追着问 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讲压力很大 干脆就是闭口不谈了呢 我们来看看苏贞昌 跟他到底有没有关系 他可不可以来讲这件事情 他因为也被记者问 结果呢在过去 只要是不合他的意 他都属于比较大炮型的一个官员 那结果呢过去看到 甚至都有这种里长当面向他成情的时候 他还会什么 收了文件然后对人家是拍度啊 用那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应对 那我就问今天赖清德加的这件事情 是违建怎么看啊 请教苏贞昌啊 时任的台北县长 前任的葛魁 那赶快来问他 结果没想到 他面对媒体记者追问的时候 他是双手核实致意 完全不回应 甚至就连明讲立委余天 余天怎么讲啊 余天说如果是我啊 我就会建议赖清德干脆把违建拆一拆 让侯友宜去处理 哎等一下 余天不是去辅选的吗 结果怎么会还直接就说 干脆你赖清德把违建拆一拆吧 讲这个话到底是在帮忙还是在帮倒忙呢 结果同样的拿余天的话来问苏贞昌 苏贞昌也是闭口不谈 到底为什么亮哥 不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台北县长 所以他当然知道这个状况 所以就不要讲话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事实就摆在那里 他平常不是很爱讲话很凶吗 对啦你如果问到他的弱点 他也不会回答 所以不过现在就是 凶不起来了现在 没有赖清德就是用话术啊 说他要公益信托啊 所以他这里就隐含着 他知道他有错嘛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公益信托 对对不对 那既然赖清德都承认他有错了 那苏贞昌还能说什么 对不对 那难道要回答说 那个信托是假的吗 因为现在大家在追究嘛 说公益信托能够处理吗 可能是假的吧 所以苏贞昌让他违建了 他根本没有申请 所以你不会知道了 他没有申请 可是92年的时候 他跟苏贞昌是占有 他就直接盖了啦 对啊 直接盖了 他没有申请了 所以睁眼闭眼 而且苏贞昌有一阵子 跟耐清德是紧张关系啦 因为两个都在抢当总统 所以他修理他也很简单 现在不敢了 现在不敢了 所以变得这么的含蓄 习字如今 还双手核实 不是因为他如果 已经做公益信托 就已经是认错了 不然为什么要公益信托 对啊 对不对 所以 那只是他不回答嘛 因为他不会有机会 让你问他这个 对 所以你为什么要公益信托 你知道你错了吧 他不会回答的啦 这越讲越麻烦啦 就这样 所以干脆就不讲 一句话都不说 一个字也不提 就这样子 以后所到之处就是都被问 然后呢 就干脆都一直双手核实 好不好 我们就等着看 接下来他大概会说 你是不是中天的 那最起码还开口讲一句话 你是不是中天的 来 韩兵 那我们要请教您 你看喔 现在啊 这个新美市政府公务局 当然他因为有出示 他的空照图 那么空照图一出来了之后呢 哇 赖进办也马上赶快 火速的回应了 一方面又说 是你的这个定位啊 飘渝 这个还有说什么 用错了比例尺 这样的理由也出来了 然后甚至连 民党十点市议员 卓冠廷呢 那他甚至还怎么讲 他说啊 其实民国70年啊 那个屋顶啊 是被台风吹走的 吹走了 所以意思是说 从上面拍的话 是会看不见的吗 还是有这个房子的 只是你没拍到 没拍出来 所以看不出来 是这样吗 用尽各种的理由 都在帮赖清德解释 到底有没有说服力啊 然后新北市政府 后来又回应了 他说其实呢 他们在图资判读的时候 已经把比例尺定位点的因素 都考虑进去了 采用绝对值的坐标 要来做比对了 哪来的什么问题啊 所以要由专业来说话 我就请问一下 到底现在 赖清办还要继续怎么解释呢 其实我觉得凹这个 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你可以去质疑人家的记忆 因为记忆可能会失准 那你说这个比例尺用错 然后你说这个空拍的不清晰 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家都眼睛会看嘛 他就很清新的显示出来 你就是有个房子在那边嘛 然后在这个年限之前 他就没有房子嘛 这个是很明确的嘛 你说比例尺用错 他旁边的房子没有变 就这个地方突然多了一个房子 这样的东西你看不出来吗 所以我都不知道 他们的眼睛长得干嘛用了 我也不知道 然后现在在那边东拉西扯 扯这么多干嘛呢 实际上 民进党现在承不承认他是委居 其实他们已经默认 就好像亮哥说的 如果你都认为没问题 你捐出来干嘛 有什么好捐的 你应该距离力争 坚持到底 实际上没有嘛 那于天大哥看起来 好像是在给赖清德烙 其实不是 我觉得他如果按照于天大哥 所有就做就没事了 那于天为什么要讲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 就是他跟赖 其实有点不愉快 因为他希望赖提名他不分区 对结果他没有 但是于天 我觉得于天大哥还是蛮厚道的人 就是你求他他还是出来帮你 但我出来帮你 我该讲的话我还是要讲嘛 他其实是在为赖清德好 如果你这个时候就停损点 最后这十几天 话题不再延烧下去 对赖清德是有利的 那你现在硬拗到那个地方 反而对赖清德不利 因为这个话题会持续的延烧下去 你会在网路上不断的被人家 翻来覆却去讲 因为你们讲的那些东西没有人相信嘛 因为大家都相信自己的眼睛嘛 亲眼所见就是长这个样子嘛 然后你说屋顶被吹走了 我跟你讲屋顶被吹走了 你又看不到房子吗 而且我想请教一下 那一年屋顶被吹走了之后 所以他们家住在那边好几年 就没屋顶而住了 你确定是这样子吗 这可能吗 不合理嘛 你好歹拿个棚子怎么把它遮住嘛 那你拿棚子遮住 上面是不是就影像去看得见 看得见哦 所以你在讲什么 怎么说都不拢啊 这根本就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死缠烂打下去 对赖兴德绝对是不利 但是呢 我看到最近有一些民调 开始做赖兴德 因为这件事情反而民调高升了 你是讲美丽岛电子报民调 包括好几个也不止美丽岛 就是赖兴德民调开始反弹 到40%以上 那我觉得最近 40以上的那就不是美丽岛的 最近实在没有任何理由 赖兴德民调会突然飙高 而且侯伟怡他们是往下走 因为侯伟怡最近也没做什么事啊 为什么他要往下走 所以在我看来这比较想是 要操作出一种感觉就是 你们打这个没有用了 你再打下去 你们民调只会越来越低啊 反而让赖兴德支持度越来越高啊 那就是希望你不要打 那可是问题是在我看来 如果因为打了这样子 赖兴德的民调会越来越高的话 那赖兴德会希望你继续打 那可是他如果希望你继续打的话 他干嘛捐出来做公益 他应该就摆在那个地方让你打 所以我认为这根本就是一种 刻意的操作 我认为继续打就对 这个今天呢 这个赵绍康先生 与学生对谈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刚才有几个最新的说法 最新的讯息 比方说我们看到他在清大开讲的时候呢 在校园座谈当中 学生呢提问也蛮犀利的 问到有关外交国防 甚至是中美关系的问题 而赵绍康呢 喊话中国大陆当局 不要再挖我们的邦交国了啦 什么意思嘛 希望两岸回到外交修兵 以实质外交经贸作为主轴 至于呢 在演讲的时候 谈到台独工作者 那么他特别就谈到 这个是怎么说呢 他说赵绍康强调他相信 因为他看赖清德讲 他是务实台独工作者 在任何职位上不会改变 这个赵绍康就认为说 他相信赖清德这样说 因为他看赖清德处理赖皮疗违建 就知道了 而且呢 他过去也曾经因为李全教 200多天都不进议会 他就说要选总统大为 一般人早就把违建拆啦 怎么还会在那扯半天呢 他还调查现场同学们的意见 多数人赞同 赖当选 两岸关系就会更糟更不确定 好 看到这边先来听听看 赖老师怎么看赵绍康今天的对谈 赵绍康的对谈里面 第一个凸显了 赖清德的个性 这个个性就是很拗 很执着 然后要硬干到底 而且呢 绝对不转弯 这样的一种个性 因为明明知道赖皮疗 就是赖清德的房子 对 苏焕之认为 那个根本不是你的主居 也不是你的小时候的房子 你都在说谎 你从小根本不是住在那个地方 你是住在别的地方 而且你家根本不是二层楼 是你后来你妈妈 应该是在2002或是2004年的时候 买了这块空地 然后开始盖尾建 所以你才搬过去那边住 你搬过去那边住以后 你就跟大家说谎 说那个房子 是你小时候住的房子 你小时候看到你爸爸很苦 都是住在矿工的工僚 他说那个 你从头至尾都在说谎 所以你现在谎原不回去了 那这是苏焕之指控赖清德 赖清德你要站出来回应 你要回应这个苏焕之的指控 是不是真的 那你要证明你小时候 在那个地方有照片为证 如果没有 那你就说谎说到底 这是第一个 那既然你会说谎 凹到底 你也会为了一个应该猜的违鉴 不猜然后凹到底 民调直直直落 你还要坚持到底 那这代表什么 你是说你是物质的台独工作者 你绝对不会变 所以你当选之后 你一定会去搞台独 你搞台独两岸一定战争 这个就是清华大学学生的认为 你一旦当选两岸关系只会更糟 不会更好 更不确定 而你一定会搞台独 所以两岸就一定准备要打仗 那就选上你之后 这四年那就准备要打仗 那你觉得他讲这些话都很直接 那是不是可以让年轻人更喜欢侯康佩 我觉得年轻人会听得进去 也会听得懂 比较能接受 比较听得懂 但是讲到两岸关系的时候 就是外交宣兵 外交宣兵要有前提 我想我们的年轻的孩子们 同学们也要理解 外交宣兵要有前提 就是马英九当时 为什么两岸可以外交宣兵 因为有九额共识 有了九额共识 外交就能宣兵 没有九额共识 外交不可能宣兵 我想这个赵乐康心知肚明 没有必要回避九额共识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不用担心挖什么邦交国 只要能够两岸关系好 有九额共识 那么其实呢 九额共识对台湾有什么不好呢 那对啊 最主要就是 应该是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嘛 这些九额共识都没了 没有再维持现状啦 两岸关系一不好的话 那当然就会发生这种外交邦交 直直掉这样的一个现象 好来请教一下亮哥 赖清德现在呢 我们看到说侯兆佩 女力士林 赵乐康青年座谈校 我不可能变性 讲这个 他说慧前受访的时候 校说自己现在不可能变成女性 强调未来内阁会用能干的女性 中台湾都为女性县市长 这个都是 大家知道嘛 台中啊 男投嘛 好 反问赖清德 小美琴真的是你自愿找的还是美国强迫你的呢 另外谈到打炸 赵乐康还说到当年 郝伯村 这个眼睛一瞪眉毛一束 三天就扫黑 然后侯友宜跟自己是极恶如仇啊 现在啊这个打炸的话呢 他说有决心一定能够办好 打炸大家应该也是蛮有感的嘛 我刚才看我们线上有一位Angel 他在留言 他说今天赵涛康的那个威士忌很好玩 说你们什么都封存三十年 难道是陈酿威士忌吗 又是发了一个金句啊 来亮哥 这个 威士忌你知道台湾的销量有多大吗 我不知道 我们是亚洲第二 这么爱喝酒 仅次于威士忌 仅次于日本 我们才2300万万 对啊 销量非常大 怪不得吴欣从小就要喝嘛 这可以理解 这个 扯女力是因为 就是侯友宜的搭档不是女的嘛 这样在扯这个性别问题嘛 没意思 可是国民党 那个地方县市还有立法院 那个很多精英都是女生啊 是啊 对不对 没错啊 现在最红的几位都把是女的 王鸿威啊 徐晓鑫啊 卢秀燕啊 王惠美啊 一大堆 对不对 所以扯这个没有用 扯这个没有用 这个 就找不到话题啦 事实上 这次的选举是公认 有史以来最低热度的选举 吵不热 对有点吵不热 倒数18天了 就觉得 赖青人是台独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拉高啊 他就是卡在这里 那就是因为三个人选嘛 对 不然赖青人是一定输的啦 那谁叫李南白没有合呢 对啊 所以就是他的支持度就是在这里 那台湾支持那种论述的人 就是有这么多 这是一个现实啦 那当然 因为民进党 我说从蔡英文啊 蔡英文就是不要九二共识嘛 所以事实上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就认为你破坏现状 对 所以在这里就鸡同鸭讲了啦 就是说到底是谁破坏现状 那中国大陆就认为你把两岸定位都抽掉啊 那我怎么跟你互动啊 就是这种问题 可是这样的问题民进党没有答案 我认为台湾老百姓也知道 比如说你选赖青的两岸会比较紧张 那也不会有正常的解决问题的管道 我认为他们都知道 可是他就是还要支持赖青的案 从民调上来看确实 是啊就是这样 就是那样的人就是有35到40之间 这个就是一个现实 所以像刚刚韩明在讲的说你打为间打为间 结果反而把赖青的民调都打高 你有看出这个现象吗 我认为是美丽岛这个民调 实际上是赖青的增加3.2 然后侯友宜跌了3.2 然后赖青的增加1.4 然后柯文哲增加0.9 所以比较直接的解释就是 赖青的跟柯文哲都做了危机处理 赖青的还是表面上说公益信托 那这个一般老百姓 不会知道他的详情 知道他的细节 可是就是说赖销科营他们增加 但是增加都不多 反而是如果以百分比侯康掉的相对稍微多一点点 就表示跌 那这个问题他也没有做 这个算跌很多 尤其在这个时刻 因为平常都是5%左右的这个差距的话 现在是这个民调是相差9.5% 是近来相差最大 对因为刚刚戴利安有受访 他的解释跟我们是一样的 他就认为是 这个凯旋院对他造成伤害 就是你去跟老百姓讲做是合法的 那我是赚合法的租金 怎么有问题呢 可是这个就是因为你租给学生 你如果租给上班族 就没有争议了 可是你租给学生嘛 然后文化大学又有那个 偏民进党的学生出来闹 是让那个文化大学 那个叫做什么 刘延强啊 就到处被贴啊 然后民进党是 连续打三天 铺天盖地的广告 你打我为贱我就打你的大拳馆 对对对对对 那个现在叫凯学院 凯学院 那可是民进党呢 我认为他 老梗还能打成功 或是打成有效 因为选总统真的 大家要求比较高 而且现在年轻人特别有感 而且因为差距不大 租金特别外面就是真的贵 坦白讲 因为我在文化大学教过书了 那山上的行情真的就是这样 很贵的就是不便宜啦 那山上的供不应求也是事实啊 对 那可是这个就是会让人家 就是可以制造话题来打你了 这个就是政治了 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就是我就是要打你了 是 而且民进党我觉得 他在打单一议题非常集中了 所以大家就会记忆深刻的 的确好 那韩冰 那我们看到啊 除了这份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之外 还有就是信传媒 12月26号公布的这个是全手机的民调 结果呢是赖清泽支持度是29.5% 柯文哲是排第二 好我们看到很多民调都是他排第三 他是老三 可是现在这个民调他是27.8 侯友宜是22.7 还有近两成的选民是不知道还没有决定 结果国民党的这个林涛他就反驳了 说手机比例啊一标高 柯文哲就是上来啊 所以从去年九合一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跟现实有落差 非常不认同这个全手机民调 那您的看法呢 其实一直以来所有的全手机民调 都显示是柯文哲比后宜高 那甚至是那种一半手机一半四化的民调 手机的部分也都是柯文哲比较高 那这就是反映了手机的族群就是比较吃柯文哲嘛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我觉得当全手机的民调他会迎后宜 没什么好意外 但是显示出来的即使是手机民调 你还是输赖心得 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何宜来讲是正常 可是对柯文哲来讲这就是一个大警讯 如果是在蓝白盒之前的话 柯文哲是连手机民调他都碾压赖心得了 他现在反而输给赖心得 所以情况是不妙的 我讲实在话 所以不要 我觉得有一些柯文可能看到这样觉得很高兴 哇你看你看你看 猴果然是老三 抱歉 你现在光手机你也被人家打到老二去了 所以这个是危险的 表示 现在在野的不管蓝或白 能量并没有上来的那么快 那只剩下18天了 18天了 对啊只剩18天了 你还有什么招可以使出来 所以这就是当初我们为什么一直说 希望蓝白能够合才能够把力量发挥出来 那现在你拆开来之后 力量就是减弱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但赖心得真的铁板一块吗 我真的尤其今天证监发表会 赖心得一开始花了将近五分钟的时间 在那边回顾他的环岛拼图 然后还在那边唱歌 我真的觉得这脑袋烧坏了 他讲这干嘛 我都不知道 他想要有点改变吗 不是啊 这是证监发表会 觉得要让年轻人注意他吗 不是 那个也不会让你注意到什么 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干嘛 我完全讲一些跟政见无关 然后讲那个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的东西 自己在那边自嗨 然后还唱歌你知道 可是有人说他今天尾声的时候表现得不错 还说拉尾盘啊 这样来评价他今天政见的表现 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他怎么表现你都觉得他好 当你不喜欢他的时候 他怎么表现你都觉得他很烂 所以我觉得 当然一定会有人觉得他表现不错 但是我真的今天不知道政见会 政见发表会去干嘛 我今天还在连结蒋经国 对啊 蒋经国是反共 可是蒋经国从来没有反中啊 对不对 我就不太懂欸 这个 我觉得他的逻辑已经跳到已经一个乱套了 不知道在讲什么 所以我个人认为 其实赖清德 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些其他的东西 包括整个国际环境 社会环境的这个状况的话 赖清德简直是不堪一旗啊 我以前不知道他选举选了这么糟 我说真的 其实他真的不强 以前在那地方 的确 他真的不强 事实上 那个 就是东森有一个记者 那是跟蔡英文很 走了很近了 他前天就写了一篇文章 说总统府对赖清德 你说ET today吗 对对对 就是 总统府对赖清德的群众魅力 感到忧虑 是 就是因为他的竞选场 人都没有很过 我知道那篇啊 陶本和 对对对 他写了一定反映了福的意见 是 福就是把话讲白了 对 说你怎么会搞成这样的 没有魅力啊 能怎么办 而且他讲的都赚来赚去 对啊 就他也没有自己的 比较完整逻辑的论述 一个人没有魅力 没有内涵 然后没有政策 也没有那个论述 也不知道如何治国 然后呢 对于国际的问题 军事的问题 什么东西都一无所知 然后呢 讲了一堆说什么 义无义的兵都不要去打仗 讲了一堆 其实乖乖的 没有人听得懂的话 讲完 那以后国防部出来跳脚 国安局出来跳脚 外交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每一个部门都不知道该怎么弄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副总统 却有可能变成总统 没有 可是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讲得最清楚 就是他说他会延续蔡英文的路线 就这句话永远都是这样说 只是问题是你信吗 那问题是蔡英文 就是大家还是很好奇 蔡英文路线是什么路线 他真的知道吗 哈哈哈 我怀疑他不知道蔡英文是什么路线 但他知道要讲这句话 可能比较有票 比较安全 蔡英文有路线吗 蔡英文路线就是丢掉邦交国啊 然后海峡中线消失啊 这就是蔡英文路线啊 还有就是看美国要怎么做 就是非常的配合啊 这个是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的 好 可是问题是 韩兵那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用 用怎么样的心态去看民调呢 我看这个王上志上志哥 他发脸书就强调说 今年民调半数以上是失真 然后调查因为很频繁 有一些民调公司 根本反复用固定的式化手机资料 反复的打 所以呢反复调查同一批人 那要这样看民调吗 我觉得上志哥这个 其实也不是只有今年民调是这样 每年都是这样 我觉得没什么好奇怪啊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其实本领导从来都是全市化 没有改过 所以我觉得 民调本来就只是看一个趋势而已 你不可能真的依照民调去做那些东西 实际上我知道的真正准的民调 据我所知是民进党内参民调是最准的 可是你也不知道民进党内参民调到底是哪一些 现在危机感很大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易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易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易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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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